大家好,我是學長 大家好,我是Steven 智陽 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達文西咖啡 請到我們的智陽老師 Steven老師 來跟大家聊聊 如何利用七個步驟 讓你從85分一路到95分 然後這個東西真的非常系統 也是達文西咖啡第一次在線上 就用這麼系統性的步驟 跟大家做分享 請大家一定要往下看 好,那我們先請Steven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達文西咖啡的Steven 蔡智陽 那達文西咖啡本身是在提供一些咖啡熟豆 精品咖啡豆 那我們還有很多的咖啡館的配合 咖啡館的顧問 然後跟一些咖啡相關的課程 歡迎大家有機會來台大店 或是來我們綜合的烘焙工廠 來喝一杯咖啡 老師主要是SCA系統 是的 SCA系統 那個課程都非常貴 所以大家都是賺到了 OK好,繼續講 好,那今天很開心能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的一些在手衝上面的一些衝突架構跟理念 我會把這些東西做一些整理 然後讓大家在沖煮之前 能夠先了解咖啡豆 設定沖煮計畫 然後最後如實的沖煮 然後透過感官回來去評鑑 並且判斷如何修正這一杯咖啡 OK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沖煮看看 第一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 你要去了解你買的這支豆子的咖啡的風味方向 你可以從上面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它是什麼產區 什麼處理法 什麼烘焙度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快速了解這一包豆子 它本質好不好呢 它的價格 很實際 很實際 因為你一定要花足夠的金額 才有可能會買到足夠好的咖啡 那越好的咖啡豆 在沖煮的時候 你就可以越直接的去展現它 不需要去做一些特殊的閃躲 所以透過對這支豆子的認知 去設想 你想不想要這一包咖啡豆 那接下來第二步驟呢 就是回來思考 你想要怎麼樣的咖啡風味 你想要的是濃一點的 淡一點的 還是你希望的是非常的乾淨清柔 沒有任何雜味 還是你想要的是豐富飽滿 很多的層次 有一點雜味是你可接受的 那這些都會去影響到 不同的充足參數的設定 了解 那就會讓你在喝這一包豆子的時候 能夠喝到你所想要的風味方向 所以老師你比較喜歡的風味是那個方向 我現在會更喜歡的是 去喝一些裡面的細節的東西 然後去喝它有趣的東西 那所以我會寧可喝到更多 然後儘管它可能有一些素 我沒有那麼想要的 所以會擠更多東西出來 對我會希望能夠去壓榨它 濃郁的方向 把它裡面所有東西都壓榨出來 所以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你喜歡的是乾淨的 還是濃郁的 中間的方向會差很多嗎 對不對 中間方向設定的參數都會不一樣 所以各位先想好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才往下一部分走嘛 是的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我們要來設定我們的充組參數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充組小卡 上面會有我們設定的分水筆 研磨粗細 水溫 萃取時間 勞動 這些東西應該都要在你充組這一包豆子之前 就思考清楚並設定好 那你的充組才會是有目標有計畫的充組 然後當你都設定好了之後 等一下就是去實踐你剛剛設定的目標 如實的能夠完成它 代表你有控制咖啡的能力 那你能夠穩定你的咖啡風味 我們再來思考怎麼改變它 要求穩定嘛 是的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去穩定你的咖啡 那你每一次的充組都會有改變 你會發現就算你偶爾充出一壺很好喝的 可能它再也出不來了 昂花一現 昂花一現 運氣運氣 是是是 所以老師第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先不要追求完美 是 先追求是這幾杯可以穩定控制到我要的85分 是的 OK 所以照著上面我們會有一個店內的參數 你用這個參數充 可能就能夠充出85分的咖啡 可是如果想要充出95分的咖啡 每一支豆子會是不一樣的調整 然後自己喜歡的又不一樣 是的 每個人心目中想要的95分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先充穩定 然後再來改變成你自己想要的味道 那我們接下來就我們就來示範 來充足 試著充足一次吧 好 所以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包是一支 台灣阿里山周竹園 如果還沒有去過這個狀元一定要趕快去一下 它是一個索恩娜的咖啡品種 它自己研發做單珠杯測 所以我找到非常棒的原生的 伊索比亞咖啡的風味 那它是一支日曬處理的 那我等一下再裝置這咖啡 我想要呈現的是更加的豐富跟飽滿 所以我在做的事情是 我會去維持相同的注水量 對 那我會去增加我使用的咖啡豆的量 注水量一樣 但是豆量增加 是的 因為這樣就會在相同的注水節奏下 我會得到更豐富更飽滿的咖啡風味 所以這個時候不用調整給水的東西 對 這樣我的注水節奏就會每一次都是相同的 OK 大家了解嘛 如果你想要飽滿一點 就是特別炸東西出來 喝起來強度很強 你可以考慮我不要調整手法 直接增加豆量 這個也確實也挺簡單的 是 因為你每增加一克的咖啡豆 就會多一克的咖啡風味物質在裡面 所以我這邊裝了16克的咖啡豆 然後我們現在來研磨咖啡 那研磨咖啡 我的研磨粗細 可能會帶小飛馬大概3.5左右 我會稍微做的細一些 因為我喜歡喝更多的細節 那如果今天調的太粗 或許在某一個階段它停下來 最後那些物質留在粉裡面 那就有一點浪費了 因為學長平常用的大概是小飛馬 大概5左右 所以會明顯比學長平常用的會在細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目標不一樣 是是是 所以風格會不一樣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是可以逼更多的東西出來 可是如果豆子本質不好 可能就會有雜味出現 大家自己斟酌 如果自己豆子本身的強度沒那麼好 沒那麼乾淨 是 可以往出一點點 對 就往出這邊做調整 所以我們就 其實從阿菲就是這樣 不斷的逼 不斷的逼 逼到你發現不行了 雜味出來了 那前面這一個就是一個最適合你的 最多的 對 安全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沖咖啡 那前面的悶蒸 我大概會注32克左右的水量 原因是我剛用16克的咖啡粉 所以1克的粉大概會吸2到3克的水 所以如果你今天15克我就注30克做悶蒸 20克我就注40 那這樣就不會有太多的液體滴下去 那這邊的液體滴下去 它就不會參與萃取了 所以我就會用差不多剛好粉能夠含住的 那記得每個地方的粉都要被打濕 如果你希望那些粉都能夠參與悶蒸的話 到了30秒我開始注水 那我會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分4段 每一次注50 然後去讓我的沖煮是一個很穩定 能夠重複呈現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能夠如實的去控制我每一次咖啡的味道 然後等到我真的想要做什麼改變 我透過其他的沖煮變因來做調整 所以這一把是以穩定為最核心的 是是是 這是第三柱了嗎 對第三柱了 也是50 其實追求穩定可能是各位網友比較無法控制的 因為畢竟大家都喜歡喝不同的豆子 那當你買一包豆子回去 你會發現在養豆期風味方向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在抓第一次這包豆子的風味 甚至是這個店家的風味 這個烘豆式的風味 我就會用我的SOP來充足它 這第四次了 也是50 也是50 那中間是每一次都間隔 我大概間隔25秒左右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樣15 16克的粉 其實到25秒差不多就會滴乾了 那如果你用20克 當然你的注水量可能就要稍微拉大一些 對水稍微強一些 注水多一些 所以四次都是50 然後每一次間隔25秒 就可以下一次水 對那現在最後一次50 就簡單的繞圈 從中間繞到外面再繞到裡面 這應該是大家都很喜歡的啦 就是繞圈圈嘛 比較簡單的作水方式 就有點像聞香的這種繞水 那裡面多一些 外面少一些 每一次容易複製 容易穩定 容易呈現 嗯 那接下來 差不多快滴完了 現在2分10秒左右 上面的水已經 差不多快滴乾了 那這時候如果你對於你未來 時間不小心沖過長 你也可以隨便拿一個杯子 把剩餘的水 接在另外一個杯子裡面 然後回來去喝喝看這邊的水 這邊的咖啡 如果這邊的咖啡味道是OK的 你就可以把它加回來 那如果味道是不OK的 代表你剛剛斷掉是正確的選擇 所以就等於說 如果最後面的風味 欸好像就有點醃水 或是時間比較長 就可以用這個分杯的方式 是是是 最後可能20-30cc 對那這個就是比較保險 你可以自己決定要加或不加 如果你喝喝看覺得OK 就補回去 就加回去 對那至少不會讓它流完 萬一不好喝整壺都不好喝 對其實這個 在老師這種比較細的研磨的情況之下 好像是蠻好用的方法 是是是 因為細研磨就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醃水 對那如果各位很怕醃水 可以用這一招試試看 因為你就用分杯最後的部分截掉 然後喝喝看 OK的話就把它 浮回去 對 所以那我們可以喝喝看 如果你覺得它一樣是有香甜有香氣 沒有不舒服的粗糙感色感 你就可以把它加回去 那如果你覺得它 沒有那麼多好的味道在裡面 我們就讓它 留在杯子當中不要飲用它 那我們接下來就得到了咖啡 稍微搖晃一下 讓上下層 能夠均勻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評鑑我們的咖啡了 就是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從雷斯咖啡豆 然後一直設計參數 然後現在沖煮完以後現在來評鑑了 是 嗯 非常好喝 呵呵呵呵 但是還是要想辦法找到 你想要調整的點嘛 對不對 對因為這時候我們就要回來思考 是這一支咖啡 或許你會覺得喜歡或討厭 那你就要回來思考 你喜歡它哪邊 你討厭它哪邊 那喜歡的怎麼保留 討厭的要從哪邊改 那學長對這杯咖啡有沒有什麼 呃 不好的地方想要改它的地方 好我幫大家 故意找茶 呵呵呵呵 如果 譬如說喝這杯咖啡覺得 欸酸度高了一點 下一把可以怎麼思考 呃如果酸度太高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萃取咖啡的風味 我們風味出現的順序是 是先鹹酸再甜 然後再苦味 甚至後面的交感色感 那當你今天希望酸值能夠越低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萃到越多後面的甜跟苦 對 所以我會把時間拉長 或者是把粉調的細一些 或者是水溫拉高 香氣變強 甜感增加 它都可以有效的讓酸值下降 然後到達你想要的味道 所以剛剛這個步驟就是 我們喝完以後 就是來要接下來下個步驟 就是來思考對不對 對你要去思考 你想要的咖啡風味是什麼方向 那我要去改這個當中的 哪一個參數變異 對對對 是 然後當你喝完了 評鑑完了思考 你想要的怎麼樣能夠變得更好 那我會建議各位 你的豆袋 可以在後面寫上 你這一支的通讀參數 然後你可以思考 如果你要更改 讓下一杯咖啡能夠到達 你喜歡的95分 你應該要怎麼去改它 並且馬上的沖一壺 不要等兩三天後 因為可能豆子的狀態已經不一樣了 當下馬上沖一壺 你就會能夠很快的瞭解 你這個改變的變音 對應的風味變化 久而久之 你就會是咖啡高手了 OK 所以大家有聽懂了嗎 就是如果你先設計好 了解豆子設計好以後 沖組完以後 馬上可以的話 思考怎麼樣 往那個方向調整 如果你印證到了 就get的到了 是 就不小心就95分 哈哈哈哈 其實這過程也沒那麼難 是是是 對重點是你要有系統性的去思考 然後有求證精神 是 那非常感謝Steven老師呢 這麼詳細的 用一個老師的角度 是是是 跟大家分享 大家沖咖啡的時候 還是要科學一點 是是是 對方式能夠讓你從85分到95分 OK 那我們謝謝老師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